欢迎收看6月16号的中家新北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如 先来看到庆祝103年的警察节 新北市的警友会 特别是举办了两轮的交会 邀请警察同仁还有警卷们 从板桥区的华江桥 持自行车到永和区的中正桥下 来庆祝今年的警察节 有警察同仁眷属还有警友会 所组成的自行车队 在寄警队的带领下 从板桥滑江桥出发 沿着蜿蜒的自行车道 慢慢向永和的中正桥下骑过来 享受骑自行车的逍遥乐趣 除了享受户外骑车去 两轮的交会警察节庆祝大会 在永和中正桥下 还有一连串的趣味活动和表演 来和警察还有警察眷属 度过不一样的警察节 我们在我们机长的领金之下 陪同我们市长我们打开了两轮的交会 两轮交会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警友 所有的民众 结合民众都能够有效的支持我们的警察 做好我们新北市的治安工作 只需体会 不需言传 因此我们身体力行 两轮交会在今天 我相信老天有眼明察秋毫 就同意说我们大家所做的努力 我们新北市的治安一定会好 我们联议员来抽个大奖好了好不好 来现场热络一下 来我们抽个 为了这一次的活动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多项摩采礼品 来和警察同仁们同乐 希望能够替平日勤务繁重的他们 带来欢乐的气氛 暂时忘记警察勤务繁重加急 在议会审查受阻的坏消息 依旧还是站在保卫人民的阵线上 来为大家努力 中加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导